台股新功率 持續的往上拉抬 市場也說了會這樣子拉 是因為可能要預留空間 因為在今天盤後 整個MSCI就要正式生效了 所以在尾盤的部分 大家預期很可能會殺尾盤 那麼目前來說的話 指出是在8066點上漲了47點 這樣一聲聲的由黑翻紅 還往上拉抬漲幅 逼近了0.6%左右 那麼等一下最後收盤的數字 我們帶您進一步來掌握 今天在盤面上大家發現的是說 在一些面板族群 今天表現還算是不錯 那麼整個在紅海的部分 今天也還算是不賴 但是真頂今天說除息 可是除息表現好像弱勢了一點 92.3塊錢還跌了2%以上 另外在連發科 上禮拜五漲停板 結果今天也是有點落差的 251塊錢跌了0.79% 持續來關注的是 今天整個盤面上拉尾盤之後 等一下可能最新變化 我們再來掌握 但是這個禮拜是不是比較偏 所謂的區間震盪盤呢 上禮拜連續漲了4天之後 今天甚至是明天開始的一個盤 需要怎麼來看待 好 幫我們先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這尾盤急拉 紅海也是一樣 尾盤急拉 所有的全重股都急拉了 所以待會不會這四十幾點 應該接近百點 因為都紮了 你看國泰金也是一樣 國泰金也一樣 你看2881的富邦也是一樣 都急拉了 都急拉上來 那麼連台塑大概也拉上來 因為全重就是這樣子 一次定位到的話 大家也不要說 今天這尾盤這個動作沒什麼啦 沒什麼 因為它 我們都要看看它這個 這個期貨到底跟這個現貨部分 要怎麼把它的收斂 這個價差才重要 你怎麼不能 尾盤加權指數也拉 那期貨也拉 還價差 這個逆價差還是很大 逆價差還是很大 逆價差太大了 太大的話不是好事 到時候是要期貨 期貨漲上來 還是現貨跌下去 因為你到了下個月結倡的時候 兩個要歸一 來到這個附近才可以 所以這個現在也是很有趣的 好 那麼不用擔心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倒是現在的 我們來看看亞洲股市 來看一下亞洲股市 亞洲股市很難看小跌 日本股市288點 那麼上海中和指數是2%多 他們會不會又在玩 那個2點半過後的拉抬的話 這個剛才一度跌了快要4% 所以這一陣子 這個行情都是這樣 極拉極漲極殺 所以大家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跟大家講 群創這個都上來了 尾盤都一筆單都大漲 那你明天一開盤 大家就要小心了 大家就要小心了 因為明天一開盤 就回歸原狀了 是 又回歸原狀了 可能因為它是為了 為了這個調整持股 調整持股 所以明天開盤要小心 嚴重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明天開盤要小心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美國股市的盤後 美股的盤後 你看一百五十幾點 我看到 多了一百多點 這個價錢指數 漲了一百五十幾點 這個今天不要太管它 今天 這個一下子就又看到那個 今天指數 我們現在再回過來看 這個 這價錢指數的日K線 盤後是美國股市 跌了快兩百點 那馬上打到那個 8200的那個 那個關卡區了 所以差不多了 我認為紙 所以我們今天 也沒做什麼多 也不做多 也沒做空 之前的空灘 有一些還在續報當中 還在獲利當中 我想那個就先不用管它 我們的觀念沒有改變 投資朋友觀念沒有改變 這裡不是大家 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不是大家想這樣 因為我剛才說過 我們再回來看美國期指好了 美國期貨指數 那麼你看盤後是中錯的 那待會 今天我們待會會把 整個架構 來跟大家講的一清二楚 時間波的轉折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當然我們先這邊插播一下 投資朋友你待會不要離開 有上我的臉書的投資朋友 有上我臉書的投資朋友 待會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我的臉書 這個我自己都不能進去 所以投資朋友 你大概也不能進去 因為不明原因招關閉 粉絲請見諒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那沒有關係 我們會在檢查當中 因為這個很麻煩 這個我們也算是 有點名氣的 所以對自己的粉絲 比較不好意思而已 好 馬上這個收盤 馬上玉華跟我們報告一下好了 好 其實在最後一筆 包括在台積電 還有在鴻海中信金中鋼 都是有買單的敲勁 所以在最後面 尾盤 迅速拉抬得非常快速 我們看到了這個指數 最後收起來了8174點 大漲了155點 今天在尾盤是一波急漲的狀況 那麼在漲幅的部分 逼近了兩個百分點 量能的部分 一舉衝破了千億以上 還是維持在千億 那麼這個千億以後會變成常態呢 整個台北股市就K線來說的話 已經是第五天了 第五天的紅K棒 那麼也看到了月線之上的一個表現 接下來整個這個行情怎麼樣進一步的期待 等一下更多的分析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每個寶寶都是最愛 宣節將寶寶出生那一刻最珍貴的幹細胞儲存下來 寶寶的幹細胞我托付給宣節 宣節幹細胞生計 最深涼傷機威力不可小致 你聽我剛剛吃的新聞嗎 待到這裡愛看鏡子就可以親切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嗎 只要隨時隨地拿起手機 啊 明星賣萌大吉博 誰得比我可愛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動態 只是個小人物 You really reach your mind 追蹤最新的劇情發展 哇 跟我一起發了 有三次劇情 獨家消息 現在網搜尋 三立新聞王 今年暑假 You guys ready for the ride of your life? 繼全家就是米家後 笑點無極限 再創喜劇新高峰 If Vin Diesel can do it, so can I 全家玩倒趴 9月4日一路好雷上映 阿里達明強小營 ES Plus 有維生素E跟B群 有好俗改 經過阿嬤跟女兒吃 身體很輕鬆 阿里達明強小營 你今天吃了什麼? 你運動了嗎? 每天瘋傳的健康資訊 多到爆 我眼聳聽 真假難辨 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不要輕忽小問題 我會藏在細節裡 專業顧問團隊 守護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方 發發健康友方 讓您健康恩次方 週一到週五 每天晚上9點 三立財經台 三立新聞網紅部播出 侯紹行念影 勇奪砍城影展最佳導演 張震舒淇 如今劍術已成 唯不能在絕人之間 刺客念影娘 憲政熱映中 富邦集團狹義贊助 歡迎來到台股新攻略 我們剛剛看到了 在這個家權起數 最後面是拉尾盤 因為今天是MSCI 在盤後就要生效了 很多個股在這個 群眾進行調整的狀況 那麼今天的大漲 155點漲幅呢 畢竟2% 鼎大哥 我們剛剛也看了 在這個K線的部分 已經是連續5天 5根的紅K棒 那麼大家開始有點興奮起來了 因為畢竟之前真的 跌跌跌跌好 那麼這樣一口氣拉了5天 還會繼續往上拉抬下去嗎 好 導播媽媽幫我剛才那個臉書 先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這個來 我自己的臉書我也沒辦法進去 我自己也沒辦法進去 可能 KOTA可能是帳號被盜用了 這個大家也知道說 這一個波段以來 這個我們算是 人氣滿高的 人氣滿高的 所以這個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正在想辦法了 快點快點換一個新的帳戶 再來幫大家做服務 那麼我也知道 這個從5月8號我9800看空以來 我們這一次 過去這兩天去跟投資朋友見面的話 真的是非常熱絡 非常熱絡 難說這個人氣比較高 難免就 人紅是非多 對啦 人紅是非多 難免的啦 為什麼 可能是帳號被盜用吧 我自己也不知道 這個現在我們自己在 就是說我要跟我的粉絲先 不好意思一下 我也不知道 可能 可能我們設的密碼 什麼就比較簡單 怎麼樣 沒有關係啦 這個 反正你還是可以看到 我在電視上跟大家解盤 今天也知道 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真的不管是績效也好 或者在業界也好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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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列前茅的 因為我們空得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 某種原因吧 我也不知道 我這個人 事實上 因為我的生活很單純 那 我對於我的專業 我個人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這個市場上 我投資朋友 我不敢跟你說 我不敢跟你講說 我怎麼第一名 我不敢這麼講 我不敢這麼講 但是 有誰 第一名呢 有這個 我不敢這麼講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 我一定是最認真的老師 我的同業都知道 我每天早上四點鐘 這十多年來 從我從事這一行都沒有變過 都四點鐘起來研究股市 每天 每天 所以 我的臉書為什麼 粉絲這麼多 他們在六點多 早上六點多 就可以看到我的文章了 那為什麼四點鐘 那為什麼四點鐘 因為美股是夏天啊 夏令時間是四點鐘收盤 只有他們收盤之後呢 國際股市告一個段落了 我們才能夠整理出一些資料來給大家 才能夠這樣子 那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 我們這一行要比的就是專業 專業在哪裡呢 什麼是專業 什麼是專業呢 剛才這個一華也說得好 人紅是非多 難面耶 我講真的 一華你知道嗎 我的臉書 我沒有罵過人 我沒有罵過任何人 你都在寫一些那個 對 國際研究的報告 我也沒有批評過政府 我從來不做那個事 我是把我在 每天看到的 包括從路透社結局的華爾街的資訊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而且是最新的 熱騰騰的 大概全台灣 大概也沒有人六點 我是說我們這一行 這個同業 六點多就寫好了 六點多就潑上去給大家看 即使還有 當然我自己也會做分析 那這樣的分析就是說 我盡我的能力 我也認為我是夠專業的 像這一日從9800點 5月8號的9800點 5月8號 那我們四月份就預告了嘛 4月中旬 4月15號 這是4月15號嘛 8點35分 我們的操盤工具就預告了 5月8號轉折 5月8號轉折 所以來到5月8號的9800點 我就講了 萬點以上空間有限 萬點以下深不可測 那為什麼我敢這麼說 我在我過去這兩天跟大家在 在上課的過程當中提到 台灣的GDP成長率要5% 台股才有資格上萬點 今年年初 換算今年只有3.7% 如果國際股市不漲 甚至有可能拉回的時候 當然就萬點以上就空間有限了嘛 那麼如果我們跌了 後來我們就真的跌了嘛 那國際股市也跟著跌下來的話 我們當然深不可測 這個大家知道 就好像我經常跟大家講 這次上課也跟大家講過 在5月8號的時候 美國有一種指數叫做 道琼運輸指數 它是道琼工業指數的領先指標 當時間點到了 這裡台北股市會不會下來呢 會不會下來呢 一定國際股市未來也要下來 因為我說過 QE我們本來就是晚下來的 一定是國際股市也會下來 我們才會深不可測 才會深不可測 可是來到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要看 美國股市有沒有力量再上去 結果道琼運輸指數 在5月8號 在5月8號的時候 已經出現頭部了 我把道琼運輸指數 那給大家看好了 已經出現頭部了 大家來看一下 看我們跟大家講的 道琼運輸指數 它是長什麼樣子 你看道琼運輸指數 來 5月8號 來 5月8號 我們現在 為什麼這裡台北股市 這5月8號 我們認為會開始跌了 第一個GDP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第12 時間轉折也到了 當時間轉折 5月8號到了之後呢 這裡到底是 是會上還是下呢 那如果我們是下來的話 如果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上去的話呢 我們當然不會下 我們只能說 預告美國股市 不會再有什麼高點了 那如果看美國股市 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叫道琼運輸指數 有沒有看到 5月8號在這附近 它頭部破線了 我希望我這樣講 大家能夠稍微 體會這個東西 專業的東西是無法取代的 這樣懂得意思嗎 專業是無法取代 再透過合理的推延 所以從此之後 道琼也沒有高點了 因爲什麼 道琼運輸指數 在5月8號這個附近 這裡就是5月8號附近 早就做了一個大頭部 後來現在道琼去這裡 道琼現在來到這裡 有沒有 因為台北股市走的是階梯式的下跌 當它突然間暴跌 它就會回到階梯式的原來位置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講 那麼這個指數收盤了沒 收了是不是 然後那 對 其實收了嘛 易華幫我們講 現在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講 這個時間波的推論要怎麼推論 我們按這個易華 好 今天在這個台紙期的部分呢 最後面也是狂拉尾盤 不過呢 拉上去之後呢 稍微有一點點往下掉 那麼在台紙期的部分呢 就是收在了這個7969點是上漲了98點 漲幅超過了1%以上 電子的部分呢 今天也算是蠻強勢的 漲了1.2% 304點作收 那麼金融期的部分呢 1037點同步也是上漲的 漲幅在90.6%左右 好 今天OTC也是往上漲的 期限或同步的往上拉抬 不過呢 最後一盤大家說 就是因為這個生效的關係嘛 這個權重調整的關係 那明天呢 明天開盤會怎麼樣 丁泰哥 可能就先大跌下來嘛 先大跌啊 可能指數啦 指數 當然同時調整完的時候 它就要回歸原來 尤其美國股市盤後是大跌的 那這個日本股市也大跌 那我覺得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過 5月8號是要下來的 那下一波轉折 我們先來看稻穹工業指數 這稻穹工業指數 稻穹 我們知道這幾個字 讓大家看到這幾個字 稻穹工業指數 那稻穹工業指數 我們現在再慢慢拉近 慢慢拉近 稻穹工業指數 稻穹工業指數 有兩個重要的移動平均線 一個是200MA 一個是50MA 這個已經 兩個是往下的 而且兩個是交叉往下的 在美國股市的技術現行 是因為今年是交叉往下的 是死亡交叉的 所以你這一段跌已經破線了 那這個 這個機會 有機會它這邊震盪 震盪 那麼我說過 會有一個幾月幾號的時間波 我們把這個稻穹 這是稻穹 我們等一下再看 我們再回過台來看 加權的 加權指數的 技術面 加權 這是週限 這是週限 那這是1萬點 1萬014點就在這個位置 你把它算 1、2、3 慢慢算 算到上個禮拜是這一根 這一根 上個禮拜是這一根 紅棒這一根 是第18週 所以這個禮拜是第19週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21週轉折這種 沸波南西係數列的 所以第21週轉折呢 第21週轉折還有 19、20、21 對不對 這個禮拜 加上這禮拜還有三週 還有三週 那三週過後呢 剛好面臨到聯準會的 綠率會議那一週 大家有沒有聽懂 就遇到那一週了 聯準會綠率會議的那一週 到底是要大漲 轉折嘛 你有沒有知道要怎麼去下嘛 對 那什麼叫轉折 投資朋友我們跟大家講 什麼叫轉折 我就講看 這個往上 這樣這個叫轉折 下來呢 也是這個叫轉折 那如果我們再回到日線來看 我們再回到道琼的日線 我們再回到道琼的日線 最好 最好道琼 因為現在這是道琼的日線 道琼能夠在這邊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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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聯準會的綠率會議之後上來 這個叫什麼 這個是不是打一個底 第二隻腳嘛 對 你最好是現在下來 這個就是中秋變盤 還有呢 九月變盤 二十一週變盤 所以就剛好往上變這樣 對對對 這個叫轉折嘛 但是我們最擔心的 是啊 我就拿台股 你最好是這樣下來 然後轉折上去 第二隻腳 但是最擔心 我們一定要互盤 衝過去 不是衝過去 是一直在這邊打轉 因為今天例外 今天是MCI的那個 你這邊繞好繞 一直不下去 可是一旦轉折到的話 你沒有地方跑了 你就沒地方跑了 所以希望從現在 最好明天下來下來 大家多頭還能夠 可是你不要忘了 如果是要打第二隻腳 這個位置 還有機會來到 但至少這裡可以是 今年的相對低點 可是如果你一直不跌下來呢 最後轉折下來的話 這個就不會是今年的低點 就是中秋變盤 再度往下了 這樣大家有沒有聽懂 這個很有趣 未來這段時間非常非常重要 投資朋友 你懂啊 你有大錢可以賺 還有呢 如果假如我們說 這一個狀況是先下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不守的話 很多股票還有得跌 剩下很多股票的跌 很多股票還有得跌 那如果是 是這樣整理整理的下來的話 那將來會更慘 將來會更慘 你的股票在這邊 要學會要賣 這樣大家懂沒有 學會要賣 要不空單 所以我再講一遍 除非第三種是一直一直拉拉到 9千1萬點 那個機率很低 GDP 米轉 對啦 GDP只剩1.5%而已 你希望它能夠 這機率很低 我再講一遍 台北股市GDP5% 1萬點 GDP是3% 9千 GDP2% 8千上下 為什麼這次跌到7千多 因為市場上認為說 現在保一都有點困難 有一個叫王文養王董說的 今年要保證 要保的證數都很難 他覺得有可能是負的 對 所以我們來推動 三種情況 第一個整理整理完下來 這個是最慘的 第二個呢 你接下來到聯組會綠率會議之前 是這樣上台 台北股市還不錯 因為這個反彈會比較大 為什麼WD 兩隻腳嘛 對不對 那一路上去9千1萬 這個機率真的是最低啦 最低啦 尤其你這個 來到這個階梯市的下跌的區間 所以 那我們把它分析完之後 很快啦 未來幾天當中就知道 你看美股就知道了啦 美股如果下來 我們還硬撐 那我們更麻煩 這就沒有道理可言了嘛 是不是 美股的基本面好於我們 他們都會下來的 結果我們還在硬撐 這是不對的 這個未來風險會更大 所以我們這樣跟大家分析 所以你要如何看待後市 第一個 如果是在這邊整理的話呢 未來一週當中 未來一週到兩週當中 你的持股一定要賣在學位 賣在相對的高點 然後你要慢慢再布空單 這就是轉折的意思 那如果從現在這個禮拜開始 下半週開始就一直下來 為什麼下半週開始 因為中國大陸的九三 抗戰紀念日嘛 抗戰紀念日 中國大陸這一段時間拉 就是拉到未來兩三天而已嘛 禮拜三禮拜四都休市 對啊對啊 就拉到禮拜一禮拜五 就明天再拉一天 你看今天如果不怎麼樣 大概就不怎麼樣了 大家也不要去想了啦 像同意思吧 是不是 因為它就破壞現行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 你一定要做對動作 朋友 你今年就好像我說的 再回過頭來 我們跟大家講 九月份是全世界股市 九月份是全世界股市 這是最重要的轉折月 如果你做對跟做錯 會一萬八千里 我說過我不是死空頭 我不是死空頭啊 有沒有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再布一段時間空單 我們要全力做多上來 如果是這樣在這邊繞啊 假線這邊有沒有 對不對 聯準會利益會下來 那你做空有得巧了 你空間就大了 最害怕就是這種情況 那如果是在這邊繞 有沒有 那你要決在這個地方 把你現在 上次沒有逃命的 要趕快逃命 那你說會不會大漲上來 這個機率最低 我再講一次 5%的GDP才有10000點 3%的GDP才有10000點 現在才1.5% 了不起就是在這附近打轉而已 這樣大家通了沒 這樣通了沒 那觀念在這邊 然後去看美股 所以我覺得這個觀念 一定要讓大家 全盤全盤的了解 我們再回到 看來看美國股市的這個 這個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美國股市的內容 待會再看我們操盤工具 好 看美國股市的內容是怎麼樣 還有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臉書的粉絲的朋友 不好意思 這幾天看不見 我也不知道可能被盜 就維吵囉嗦了吧 人怕出名嘛 出發肥是不是 對啊對啊 是非就多了 可能不知道 沒關係啦 你有看電視都知道 國際股市現在都還是屬於 整理的狀態 美國道雄工業指數你去看 已經量縮了 已經量縮整理了 這兩三個禮拜 你希望它大漲並不容易 這樣懂沒有 希望它大漲不容易了 因為聯準會的利率會 今天廢學獎了 他不會在乎 他們現在不考慮說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通膨啊 通膨那超過2% 他們要升息 他們這個不再考慮範圍了 看來升息的機會 那年會因為業輪沒有參加 所以他的左右手代表發言嘛 國際股市還是一樣 那恐慌指數啊 彭博社跟路透社都同時提到 恐慌指數來到25以上的話 每股就由牛市轉為熊市了 所以你看所有的畫面 真的在漲的是哪一個 圈圈這一點而已 恐慌指數 可是恐慌指數越漲呢 就越不利於國際股市 大家應該知道我要講什麼 因為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東西解釋得一清二楚 那同志們 你一定要來我們公司看看 我們這個啊 超級棒的 超級棒的東西 叫做我們的操盤工具 所以 我一直以來跟大家提到 我們來看3673的陳宏 你看今天 這兩今天又不怎麼樣了 所以 這個轉折不能做多 只能做空 注意剛剛我跟大家講的 來看一下 陳宏我們當時有空點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空點 這裡空點 空點在這裡 空點在這裡 有沒有 眷空避險 6月20幾號 回補掉 回補掉之後 有沒有這個整個 準備下一個空點 準備下一個空點 目前看來 它的幅度不大 投資朋友你自己看看 剛才最后一刻 鴻海台積電 就那一些而已 大力 這個台塑中鋼 你有買中鋼嗎 沒有啦 所以跟那個沒什麼關係啦 所以明天啊 注意喔 今天美國股市如果 跟龐厚一樣是大跌的話 可見美國股市現階段 也準備消耗消耗這個 消化這個聯準會的 利率決策會議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那其他股票 來跟大家講一下 生技股 我認為還是非常風險 非常大 浩鼎說年底要解盲 今天跟大家講說 改到明年三月 時間越拉越久 你說它是利多 我不是很相信 我真的不是很相信 好 我說瑞宜啊 外市是正銷的 對 其實正銷今天大跌了 他說這個要調高 漲上還說要調高平等 我覺得這都是 這個 這個 我一想重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跟大家講 講得很清楚 這一個月 八月份 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抽空 來看看我們的東西 只有我們東西 能夠在 在國際股市 各股相關的內容 能夠幫你介紹得很完整 我投資朋友 還是老話一句 九月份 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多空轉折 你一定要跟上腳步來 一旦出錯 你會更麻煩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請貨市場外資的 這個空單是增加的 因為是偏空操作了 5800多口 最多的分心呢 鎖定我們的節目 明天同學再會了 拜拜